大家好我是阿栋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点菜率非常高的 椒盐脆皮猪手 这道菜有几个缺点 第一卖相非常的好 第二非常的废啤酒 第三非常的好吃 今天我会毫无保留的和大家分享它的做法 准备两只猪蹄把它烧至全身发黑 烧黑的布提 第一可以去除表面上所有的油毛 第二去除皮烧味 猪蹄烧好后用温水浸泡10分钟左右 现在我们先来切一些小料 青红椒粒 再多一点蒜蓉和干葱末 取一个空碗倒上适量的椒盐粉 一点点的圆区鸡粉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这两种起到蒸香和调味的作用 这两种调料在大型的超市都会有瘦 出手浸泡后 再用刀刮去表面上的黑物 然后用清水清洗一刀两遍 直至表面干净为止 我拍了成千上万个镜头 这个是让我感觉最愉悦的一个 猪手洗干净后 用刀把它从中间切开 然后把它砍断 猪手前面那一节是没有骨头的 直接用刀就可以切入 后面那一节要提起来把它砍断 今天的猪蹄我们会把它移开四 准备一盆清水 下入猪蹄 然后大火把它烧开 搓水 一到两分钟 再把它捞起 用清水清洗 一到两遍 直至表面没有血沫为止 下一步我们把猪手进行煮制 煮猪手的香料有 八角桂皮香叶 一个炒果 少许的红曲米和山奈 然后下入猪手和姜葱 再入适量的水 淹没过猪手 给上适量的盐糖 让猪手有一个底味 前面红曲米的作用可以让猪手上色 让它在成菜时通红发亮 猪手组织的时间是大火 两分钟再转小火压10分钟 10分钟后猪手已经完全的上色变软 下一步我们进行炸制 让它变成脆皮 热锅下入适量的油 油温大概150度后下入猪手 在下入猪手时要用个铲子 去稍微撩动一下它防止它粘锅 大概炸到一分钟的时候 油和猪手开始进行交融 它会起泡 这时候你要拿个蜜肉隔住 不然的话你的脸会多起个小水泡 炸到猪手表面没有水分后 就不需要再用蜜肉 直至炸到猪手的表题 有一点发脆发硬后就可以出锅 今天拍摄的是我一位非常可爱的小猪手 我太喜欢它了 现在我这个角度正在下小料 然后下入米酒进行呛锅 然后把小料炒香后再下入猪手 这时候再下入调好的椒盐 把它翻拌均匀后即可出锅 这里要特别注意 猪手在炒制的时候不需要再开火 现在我们做的只是把它翻拌均匀即可 好了现在到我进行享用美食的时候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收藏转发 谢谢大家观看 这里有个小的友情提醒 刚做出来的菜非常的烫嘴 抖音 它是有个小的友情提醒 相机的谈论 吃飓人